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同学您好 您现在收看的是投资组合管理 我们今天要来介绍的是投资组合管理的内涵 投资组合管理即是投资组合加上管理 因此在投资组合的部分 首先会介绍多种金融工具的特色及其运用方式 让我们形成对金融商品的投资组合 另外再加上管理的概念 藉由基本分析与技术分析的介绍 让我们对证券分析的工具有所认知与认识 再把这投资组合由金融商品形成的投资组合 以及管理的概念加以结合 让我们对投资组合管理的领域 能有整体性与系统性的理解 如同这个图所呈现的我们的左边 图的左边就是投资组合的概念 也就是对金融投资工具来加以进一步的分析 透过基本分析来进行选股选出值的投资的股票 再借由技术分析来选择进场与出场的一个时机 这样来形成我们的一个投资组合 而图的右边是一个管理的概念 管理的概念就是有规划、执行、绩效、控制以及调整行动 那在投资的一个领域呢 就会形成是投资规划、投资执行、投资绩效、控制以及投资调整 那管理的概念是一个循环 因此在一个投资阶段的一个完成 又会是另外一个投资阶段的一个规划、执行、控制与调整 因此我们逐步的来介绍 首先是介绍投资组合的部分 也就是金融投资工具 在金融投资工具的介绍上主要有三个部分 包含权益证券 也就是股票 一般而言有普通股 以及有特别权利的特别股 通常他的一个 鼓励的发放优先于普通股 以及他的一个鼓励 是不是有累积或者是参加的一个概念 那还有所谓的存托凭证 他就是包含会跨境来发行的这个权益证券 那在债券的部分呢 相对于权益证券是一个股东的一个概念 债券则是一个债权人的概念 那依照发行公司的 发行者的不同 会有政府发行的公债 金融机构发行的金融债券 以及公司发行的公司债 那第三类的一个金融投资工具 则是延伸性的金融商品 那这个延伸性的意思就是 他的一个金融商品的价格 是由其他的商品所延伸而来 所以称为延伸性的金融商品 那一般在这个延伸性的金融商品 分为四大类 包含远期契约 以及期货契约 那这都有一个旗帜 代表他们就是 是以目前来去买卖未来的一个商品 所以对未来有所期望 那这两者简单的不同就是 期货呢 是标准化的一个远期契约 那还有包含选择权 那跟他类似的 权证 以及第四类的称之为金融交换 那相关在延伸性金融商品的进一步内容 我们在后续的单元会再做介绍 所以在金融投资工具的一个选择上 包含有权益证券、债券以及衍生性金融商品 这三大类 那投资人在选择这金融投资工具之后 形成投资组合 那在选择的一个过程当中 需要运用的一个分析 通常可以分为两大类的分析 我们统称为证券投资分析 里面第一大类就是基本分析 主要是用来作为选择价值被低估的一个股票 那第二大类则是技术分析 那主要是来选择我们进出场时机的一个选择 那在图的左边基本分析部分 一般分成三大类 包含由大而小的总体经济分析 总体的概念 让它缩小到产业的分析 那进一步在这个产业里面 再去寻找个别公司的一个分析 那这三者就形成基本分析 来作为基本面的探讨 作为选择之用 而图的右边则是谈技术分析 主要包含两大块 把过去的价格做一个分析 以及过去的成交量做一个分析 进一步形成技术分析 所以技术分析又一个名称 称之为价量的一个分析 也就是价格与成交量的一个分析 那进一步来作为未来价格趋势的一个判断 选择要进场或者出场的一个时机 那在这个基本分析跟技术分析 分别是做选股与折时 两者是相辅相成 来作为投资人进行证券投资分析的一个应用 那在进一步的 我们把管理的概念也结合进来 那谈到的是一个管理 那在一般企业来讲的话 会简单的管理的一个循环 有所谓的plan do control and action 那这是一个循环 在做事情之前先做一个规划 那再进行执行 进一步做一个控制追踪 以及后续是否要做一个调整的行动 那把这样的概念放在投资组合的这个领域上 就会形成了投资规划 投资执行 投资情境 控制追踪以及投资调整的行动 我们依序来做一些介绍 首先在投资规划的部分 会依照投资人来拟定投资人的一个目标 那是不是有所限制 以及投资人的一个风险偏好 那在投资执行部分 就如同刚才的基本分析一样 会由大而小的可以有形成总体市场的一个预期 进一步再进行产业与资产配置的一个策略选择 那再进行个别公司以及证券的一个选择分析 执行之后呢 进一步就来对投资情境控制来做一个追踪 包含有市场行情的一个变化 产业及公司的一个变化 以及投资人条件的变化 那了解了这些变化之后 进一步来做考量是否要进行投资调整的行动 那么会先进行投资绩效的评估 那这个绩效评估跟原来预期的目标 是不是有所相吻合 那如果有达成 当然是可以持续 那如果没有达成 这个时候呢 就可以考量是否要进行投资组合的调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